哇 干嘛呀你 我干嘛 你干嘛呢 没干嘛呀 在想秦莫吧 我想她干嘛呀 她都好几天没见人影了 好几天没回家了 宋总 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吓得人家连家都不敢回了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能做什么呀 放心吧 我给她像过面了 她逃不出你的五指山呢 我跟秦莫也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你这么关心她 敢说你没想过跟她谈恋爱 没想过跟她结婚 你想象力能不能别那么丰富啊 我丰富嘛 她戒指都买了 明摆着求婚的节奏嘛 都求婚了 你们两个得尽到什么程度啊 她没跟我求婚 想多了 想多了 你们俩 就算是普通朋友 住在一个屋檐下 相互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呀 行啊 你就嘴硬吧 我来派人去查他的岗 你怎么办啊 小某某 你是真的因为通宵加班 所以才会回家的吗 也别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你跟宋宋又出什么问题了 我说你也真是的 自从你家宋宋求婚失败以后 你就总躲着他 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想他就去找他 我现在才知道 谈了恋爱这么别扭 我们哪儿谈恋爱了 顶多也就是 互相照顾 关心一下而已 这就恋爱了 那我告诉你啊 他掏心掏肺对你好 你掏心掏肺对他好 这就叫恋爱 别怪我没提醒你 秦莫这样的好男人现在不多见了 该主动就得主动一点 你就没想过 他万一恢复记忆了 那怎么办 我问你 如果我不是以前的秦莫 会怎么样 什么以前不以前的 没事 你也想得太多了 就算秦莫恢复了记忆 那他对你这么好 喜欢你 这总是真的吧 你要是也喜欢他 你要好好珍惜 大晴天呢 怎么下上雨了 妍娜还自己在家呢 我得赶紧回去了 对了 你这儿有伞吗 你在 小枫 我今天怎么了 怪怪的 有什么事就直说好吗 晓芹 我最近会比较忙 如果你有时间麻烦你 帮我多照顾严重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不如 骆骆 你 不如 言颂答应我 让我跟你一起分担 让我照顾你跟阎朗吗 为什么他们偏偏是姐妹 你好 请问秦墨在哪 总监他不在公司 他出去了 我是他的朋友姓妍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伞交给他 好的 谢谢啊 不用谢 总监 女朋友给你送了把伞 我朋友 他说他姓妍 是位漂亮的小姐 好 谢谢 不用谢 爱的难舍又难分 曾相爱的光影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为何一个转身 就能变成陌路人 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 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 也送 白衣其莫 刚才下雨了 我就给你送了把伞你不在 我放在前排了 你记得去拿一下 我知道 谢谢 是我的青春才最新 最近公司里比较忙 所以 我一直在加班 没关系 我也没什么事 你忙你的吧 言松对不起 我之前一直没有接你电话 是因为 真的没事 不过 工作也不能太累了 要适当休息一下 这样吧 今天也别加班了 我刚才去超市 正好买了挺多东西的 晚上回去吃饭吧 好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